通常的夢想家 就愛給你 UFO 各位親愛的 聽友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我們的辛鮑菇 蘑菇 愛菇 嗨 大家好 好 那請問一下辛鮑菇你要推薦什麼 就是最近Netflix的那個紀錄片 江儀太普跟安伯赫德的 那一場官司 欸欸欸 你那個是你說是Netflix製作的 對 因為我記得是Netflix製作的 OK 那他的內容到底是 是很持平的兩方的 陳唐正公嗎 都有講到 其實啊 真的就是一個紀錄片 從一開始的法庭記錄到案件結束 但他還蠻持平的啦 就是他還蠻持平的 可是我覺得 呃他就點出一些觀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 例如說 第一個為什麼會在 維吉尼亞州 開庭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也不是好萊塢 也不是加州嘛 然後其實是 因為是 因為陳唐正普告安伯赫德的毀謀罪 對 然後 他告他毀謀是因為他在 華盛頓郵報上面的一個專欄 寫說我是家暴受害者 安伯 這樣寫 然後呢 華盛頓郵報 因為在維吉尼亞州 有伺服器跟印刷廠 然後就該在 然後後來就有律師出來講說 其實因為維吉尼亞州 對於毀謀罪的那個 法律可能跟 其他州比較不一樣 可能比較會比較 更容易判毀謀罪這樣 對啊 因為他們通常這樣選一定有 那個州別的 對 才選在維吉尼亞州 對 然後呢 加上 為什麼 這一部 這個開庭 就像連續劇一樣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可以 對對對 而且即時的喔 即時直播的 因為因為他說在 維吉尼亞州 那個法庭 你可不可以 法院法庭裡面可不可以直播 是法官可以決定的 喔 法官說OK 然後他們就直播了 但當事人也得同意吧 是應該是說強尼代譜提出來 然後問法官說 可不可以 是強尼代譜他們想要直播的 對 因為他覺得就可以 所以他覺得是可以 呃 對就是吸引更多的 輿論 輿論 然後會對他比較有利 因為他的影迷比較多 對 因為大家就有拍照 每次強尼代譜 要進法院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 他車子就會搖下衝 對 然後假裝呼啊 然後全部他的粉絲啊 然後安伯來的時候就 對 對 無聲無息 哈哈 就沒有那個 欸那我跟你看的紀錄片 是不一樣的紀錄片 他沒有講到這麼細說什麼 為什麼在維吉尼亞 我看的那個是因為 好像英國那時候 已經是有 對 潛力 對對對 對 有潛力已經判下來 所以影響到 強尼代譜的工作 所以他就不會送 他就覺得你不能亂講我 所以就再一次重新 對 他是毀謗罪這件事情 對 對 對 然後加上因為 輿論真的就是 一面倒的 就是倒向強尼代譜 就是強尼代譜 我自己在看啊 那個法官 應該也都是強尼代譜的粉絲吧 我應該是法官是女生 對 那就 眼貌愛心之類的 我印象中的法官 都是很嚴肅啊 然後 法官永遠都帶著笑容 因為他覺得他有時候冒出一些金句或是很賤的話 覺得很好笑 對 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當然就是也不能說法官有偏頗 對 然後但是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原因是輿論的關係 因為陪審團們 雖然說規定是陪審團們是不能去看任何這個案件的消息 對相關報道什麼的 他這麼難不看到 大家都在討論 手機一打開就會在看到 就很難不看到 一定會被影響 怎麼覺得我們看的還是同一部 哈哈 我的也有討論到這個 對對對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會討論的 嗯 然後加上就是 呃 我覺得 他裡面有提到一個是 呃 我覺得很關鍵的點 就是他有一個簡訊 有一封簡訊 安博有提出要提出一個證據 是一個 全聯合國助理 呃 的 跟他傳的簡訊 嗯 的內容 嗯 那個那個簡訊內容 在英國有有有出來 嗯 有被承認的 然後但是當安博臨時要提出 這一個簡訊的時候 法官把那個 兩方叫到前面來 然後後來看了一看 他說他決定不採用 不能採用這個證據 為什麼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但是後來後來會知道這個原因 是因為 因為這個簡訊很關鍵 你沒有提到 他的助理有提到說 他什麼他就不會這樣提你的 或什麼之類的 類似這樣的話 類似這樣的話 所以那是很關鍵 英國是因為這個簡訊而判 對 把強尼拜伍判刑 但是美國卻不 法官說這個不採用 這個簡訊不採用 欸 台灣現在也是說 簡訊都可以是法庭的一個 證據 對 但是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證據 那個證據是 安博的律師臨時提出來 並不是說在開庭前 但他來說哪些證據 先提交出來 先提交 他是臨時要提交出來的 然後結果法官就說 那你臨時提你要先拿給我看 那結果他看完還是不採用 他看完 他就是他決定不採用 他這不是太主觀了嗎 我不知道 但是會 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這個紀錄片裡面 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是因為案件結束之後 其實只要有錢 你只要有錢 都可以去跟法院 買這些證據資料 對 一般人 一般民眾都可以 就好奇的人都可以去買 好奇的人都可以去買 所以就 Chuninabell的粉絲 還集資 集資 去買這些資料 出來之後發現 天啊 怎麼這個簡訊 是對強尉 代表這麼不利的 然後就把 本來是要 本來是要繼續打安博 我就後來發現打到自己 然後 但是後來又有人提說 這個簡訊的格式 應該是有被辯造過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確定 有些人說 這應該是被辯造過的 簡訊格式 我真的覺得信者很信 對 真的信者很信 你怎麼怎麼跟這些粉絲講 在粉絲的眼中 說你的偶像做錯事 你會怎麼辦 粉絲就說 我偶像不會做錯事啊 對啊 朱瑋那一封 永遠是對的 哈哈哈哈 趙影城也是 對 都是啊 都是 都是 所以其實這就講 就是說 我們人類很企圖 用所謂的法律 當然法律會不斷 隨著時代變更 大家希望修法 然後趨近於公正 但是真的很難 尤其像現在這種假消息 假新聞 什麼都可以變造 可以變造 那或者是 有人質疑你帶風向 他就覺得是你在帶風向 那問題是根本就事實不是這樣 當你提出解釋 他就不相信 又是不相信 對 他就是不相信 這就是人性可怕的地方 對 或許有人說可愛 但是很可怕的是 那你都不知道你追隨的 是不是一個惡魔 嗯 你好像覺得說 我就是替他 就是不爽啊 你為什麼這樣對他 問題是你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就是人 有時候比較走向自我毀滅的原因 就是一樣啊 就是當一個人 我當一個人 當一個很受歡迎的人 大家都覺得他是很好的人 當你發現到他有哪裡不對 你講出來 你本來是被罵的那一個人 對 對 因為大家都是會覺得他好 你看像中國 中國這幾年的偶像 一開始誰敢講 對啊 講了一定被粉絲被私生犯 被什麼犯什麼犯弄死 但是只要官方一出來 下架 咻咻 瞬間 不敢講 誰都不敢講 對 那但是台灣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 就是 那你要說他嚴格嗎 或者是你說他就是 就是在法不在情嗎 那但是台灣的輿論就是 我不管你怎麼說 老是喜歡就是喜歡 我覺得台灣是比較去向於這一個 好像是啦 就是 例如說 就是有人可能 這樣講會不會傷害到 就是 你是要怎麼樣 呼之欲出嗎 某個直播主好了 他可能又有販毒前科 又有詐騙朋友前科 但是他還是可以呼風喚雨的 雖然被抓去關了 那很多 那他不是台灣人 對 然後就是香港人 然後他說如果這個人在香港 可能早就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 對 為什麼在台灣還可以生存 但是就是因為台灣就是包容性大 對 台灣真的包容 你很會講話 對 我們先來聽鄧紫棋的超能力 歡迎回到桃社新聞 剛剛那個在講 強尼代普跟這個 安柏赫的 安柏 安柏盒子 安柏盒子 不能用哦 Sorry 這個紀錄片 紀錄片 對 但是我覺得整個看起來 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把我們當時的那個 看新聞的那個 然後就是完全的Review了一次這樣 然後也會看得更詳細 對 因為那時候新聞 當然都只爆一些爆點 笑點 但是可能我們進去看紀錄片 才發現說 哦 原來整個串聯起來 是怎麼回事 對 但是他有提到 就是其實 所有安柏聲稱 他被 強尼代普打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一個人看到 只有他妹妹看到 對 所以只有他妹妹出來 就真的說他有打 安柏的妹妹 我記得安柏那時候有提一個證據 就是他其實想偷錄 然後但是他錄到的就是 那個強尼代普在喝醉 在摔櫃子 那個影片都有出來 紀錄片都有 那個紀錄片 但是呢 呃 他那個影片 其實在法庭上其實是更長的 嗯 所以更長的是 呃 一開始就是他透露 然後可能就是他在 誰的時候那些都有 到最後安柏還在笑 有 對 他在最後他在笑的 就是好像有得逞的那種 笑容出現 對 可是也也就是不足為證實 但是 他只有在咆哮 他並沒有打你 對 他沒有打他 他只是要證明 就是要證明 這個反正就是 他脾氣不好 他脾氣不好 然後 暴力傾向 喝醉就會有暴力傾向 然後 然後 強烈大夫也是承認說他有 要有 要有 要因嘛 嗯 他因為在法庭上 要承認他有要因 對 但是這個 在整個過程中呢 其實 也很多證據也顯示 就是安伯赫德 其實是一個蠻凶狠的女人 嗯 好像他在拍戲的時候 就是 強烈大夫拍戲的時候 有一次說手指受傷 對 其實是被他 對 他們在 他這個 這個紀錄片有 他在澳洲的時候 對 也是吵架 對 然後可能就是 摔酒� 摔酒� 然後割刀 摔酒瓶 好像說是 削掉一半的手指 對 對不對 就在手指頭 大概一半的肉削掉 這樣 對 所以就是 啊 他好像 好像說他有上床大便 哈哈 是不是有這件事 有有有 對 這個 真的還蠻好笑的 就是 嗯 這 事情 等一下 史丹利從以前 小時候到現在 講到大便都很開心 沒有 這個 不是你要跳 強烈大夫 他們一直在 法庭上在講大便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自己還在憋笑 很幼稀 我就感到 我總之要 嗯 嗯 打 打 打 哈哈哈 就超好笑的 就很荒謬 很荒謬 對 但是就是 事發原因是因為 那一天好像是因為 呃 我忘記紀念日 還是誰生日啊 然後就 收到在 強烈大埔的 那個一個頂樓的豪宅 公寓 頂樓大樓頂樓的豪宅 舉辦 呃慶生 好慶生好了隨便 然後呢 因為可能 Chinese大夫要開會什麼 比較晚到 然後比較晚到 安婆就生氣了 然後安婆生氣 開始兩個人會吵架了 然後 呃 Chinese大夫說 那我受不了啊 那我先離開好了 對 然後離開之後呢 呃 離開之後 然後就不管啊 第二天 然後因為 Chinese大夫可能要去其他地方 所以要回去那個公寓 那個大樓拿東西 嗯 然後那個 那個 他的寶貝要去處理說 欸 我勸你現在還是先不要回去好了 嗯 然後為什麼 就因為 嗯 有東西不好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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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拍下來 他怎麼證明是安伯大的便 因為安伯就說 安伯指證說 那是他的狗的大便 因為他狗 有什麼 小小時候 小時候 有 Chinese大夫 不小心味道他吃到 那個 藥 嗯 所以狗就會大小便 失禁的問題 哦 對 他是他狗的大便 然後呢 香菲大夫就很簡單的反駁說 我的狗是一隻 月客下 他打不出那麼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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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隻約客下 難怪法官真的憋不住 但是我也想問 就是說 史丹麟 那你看完之後 你會比較 如果你是法官的話 你覺得呢 你在看這些證據 然後兩個人的說法 我覺得 應該說 以證據上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還是強尼代譜 對 強尼代譜怎樣 強尼代譜 我相信他講的啦 以證據來看的話 對 因為其實你沒有任何的 呃 沒有任何的證人 對 也沒有任何的 例如說他受傷去驗傷 嗯 都沒有 對啊 然後他不是在傳喚他的名模前女友 對凱特摩斯 對 他還視訊幫他作證 對 視訊幫他作證 因為 因為我覺得安博就很笨啦 就是他就是 例如說在澳洲那一次好了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 呃跟我吵架 還把我從樓梯上推下來 就像他以前對凱特摩斯做的那樣 安博的反應上這樣講 對 然後強尼代譜 我是料到他會這樣 那時候他已經在投笑了 嗯 對 他就投笑 第二天他會找凱特摩斯作證 凱特摩斯就出來作證說 我從來都沒有 被槍一代譜提過 或是什麼 從樓梯上推下都沒有 對 所以就證明了槍一代譜 其實 不是那麼殘暴的人 因為前女友都這樣 出來那個 幫他作證 嗯 對 所以就依照各樣的證據來看 如果真的是有 很 很有力的證據的話 我當然相信是安博 例如說 他曾經出來臉上有受傷 的痕跡 瘀青的痕跡 他說強尼代不大 但是 他沒有去驗傷 沒有驗傷 對 如果你是聰明的 你常常被打 應該要去驗傷吧 對啊 但他沒有去驗傷 嗯 對 然後 甚至他就是還搞出一個莫名其妙 就是卡追亞 蠻好笑的缺陷 就是他的律師就拿了一個 呃 例如說亞斯蘭 隨便亞斯蘭代的一個彩合 就說 對 說那個遮瑕膏 他都會隨便攜帶這個 因為常常臉上會有傷 所以用這個來遮瑕膏 然後後來那個 亞斯蘭代好 我忘記是什麼牌子 嗯 然後就出 就直接在 在推特或在那個 上面說 這個是在2017年才出的 對就是 你被打的時候是2014年 對 就反而舉證還錯誤 舉證還舉證錯誤 但律師說他只是 怎麼這麼傻啊 律師說他只是拿 就是 拿一個 遮瑕膏 對 拿一個遮瑕 隨便一個來講而已 但是就是 就是 很多人都出來幫強尼代普 哦 但是哦 邏輯上來講 當然有沒有可能 是有發生過 也有可能 但是 安博他沒有去驗傷 留下證據 然後但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欸 其實強尼代普的粉絲 真的蠻多的 那你要想 不只是在馬路對街 幫他喊的人 會不會法官也是 會不會記者也是 會不會一個 小小的舉證謬誤 就導致安博的 整個人的信用垮臺 就是因為你 你舉錯嘛 那你就等於 其他全部我們都不認 所以 其實我看那個紀錄片 看到之後 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自己 我們會不會就是 很主觀 然後尤其在一些 重要的事件上 就覺得你就是壞了 你就是爛啦 什麼什麼 然後就不去想說 形象好 也有邪惡的可能 形象化也有 他真的沒有做 這件壞事的可能 所以其實看完也 當然 其實我還想到 另外一題 這題要問一下 史丹麗 但我想史丹麗 應該沒有 就是 有沒有破過 瘋妞 在你的戀愛實力 瘋妞 我覺得好像 我自己也瘋過一陣子啊 你知道 可能跟我談過 戀愛的男生 也會覺得 喔他太瘋了 但是我覺得 就是那種 所謂不成熟的戀愛 大家應該都經歷過吧 沒有嗎 我好像沒有 都沒有嗎 你沒有碰過 很瘋的女朋友 或是你自己 有瘋狂過 沒有 你們兩個都沒有 沒有 自己的瘋狂 是在下半身 你控制不住他嗎 他是怎麼樣 好像裝了電池 瘋狂漢冒冷汗 不是 猴頭骨鋼 直接皺眉頭 我看到了 他不喜歡你這樣子講 好了好了好了 是在雙腳一直在跑 瘋狂的跑 哎呦 我們來聽聽周星哲 終於了解自由 歡迎回到桃色新聞 今天史丹麗 在推薦 是在Netflix 上片的一個有關 安博 賀德跟 強尼代普的那個 毀謗官司 不是禮婚官司 紀錄片 毀謗官司 所以你看 你覺得你很享受 那整個樂趣 呃 我覺得我真的就是 就是把當初這個事件 我們從片段得到的資訊 然後就一次完整的連結在一起 他只有一集嗎 三集 三集 一集大概五十分鐘吧 嗯 對 所以還OK 其實他這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人性 其實還有比如說 其實如果你已經不公正 不客觀 可是你是新聞媒體 那你要知道你的影響力有多大 嗯 就是你可能 呃 你認為你沒有 但是你比較偏向於女方 或偏向於男方 其實都會左右你的聽眾 讀者 等等 那當然這個 這個也 我覺得很難啦 像那時候我們學新聞就是這樣子啊 教授都期許我們要能夠 不放情緒公正客觀 很難 然後一個廣告系教授就跟我們說 人不可能客觀 然後我就這樣 蛤 那我為什麼要讀四年 然後出去做這個工作 然後有可能誤導別人 嗯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很恐怖 就像我自己經歷過 就是那時候有那種八卦週刊 就影射我們吸毒嘛 然後呢 就拍到我們影片 是我們就是很平靜的 拿著自己的包包 就這樣走走 他就說 你看 然後你知道主播那時候寫稿 我真的沒有辦法原諒這個人 你知道他就說 他們越搖頭越開心 就是 要影射你吃搖頭玩 好爛喔 對 這是什麼邏輯 對 可是影片裡就看出 我們就是很平靜的 拿著心理這樣子而已 嗯 對啊 就這樣 什麼意思 那可是他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搖頭 你知道嗎 所以就 我那時候看到 我就覺得有一個很深的 我就覺得說 希望大家不要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你已經知道 這些大部分的媒體 已經沒有操守可言了 而且他希望用極盡 綜藝戲劇 誇張的方式去表達 他沒有看過的事情 就為了要吸引你 為了要騙你來看 對 然後甚至像比如說有些名嘴也會在 他在講什麼故事 你知道那個女藝人很可憐 他跟我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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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個名嘴的話 他說他播出之後就收到 有一個中年男子打電話給他說 請問你講的是 是他嗎 他說對對對 他說我是他爸爸 根本不是你講的那樣 對啊 他用編的 對啊就是 為了上通告再編故事 很多欸 然後為了這樣賺錢 沒有 那個例子是那個藝人 為了要自己有可憐的人設 說什麼我從小沒爸爸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只是就是離婚 然後爸爸都有固定寄錢給他們 他說你你在說的是是我 我女兒嗎 那其實我是他爸爸 我都有做 傻眼 對 好尷尬喔 從就是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說謊 對 對啊 然後你 你為了要那個表達你的立場 或是要讓大家站在你的立場這邊 所以你當然就會有比較容易煽風點火 對 讓大家來 加油添醋 對 來支持你這樣的 對啊 所以就這樣看完 那你還是很喜歡喬尼代譜是嗎 沒有沒有很喜歡 沒有就還OK 我只是我只是在 就是雖然說 真的是因為安博 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舉證 但是又後來又有記者 又有媒體或是名嘴隨便出來講 就是說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 MeToo運動的倒退這樣 沒有人看到 沒有證據就不能表示 但是 對啦 這也是一個角度 這也是一個角度 對啊 就是你被打也沒有人看到 然後你沒有人 對你也沒有留下證據 那是不是代表 這件事就沒有發生過 就沒有發生過 對啊 所以像現在台灣的MeToo運動 現在到這裡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很多 我相信很多 就像我們上次討論 就很多受害者 現在可能已經是為人母了 對 他也不方便出面 是 但是其實你是可以去 就是地檢署嗎 還是去哪裡去 就是你做你自己的法律動作 你未必一定要再 公開的去寫出 那當然 吹哨者其實他的勇氣 我們還是給尊重 而且真的是 我覺得這真的很難 就像 就像我們在講 可能有些加害者 他就是賭一個說 你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 對啊 對 所以其實這真的 法律或許是我們想 趨近於公正的一條路 但是有時候 真的也沒有辦法周全啦 對 不見得可以依賴法律 但希望大家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喝酒 啊不是啊 實在戀愛不喝酒 喝酒不疼 就是保持理智跟成熟 而且聰明點啊 如果真的被怎樣的話 就要懂得保護自己 跟留下證據就這樣 對 就是那個錄音 錄影要隨時開著 是不是 手指 很好電 哈哈哈 不用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OK 好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囉 拜拜 拜拜